二 四 二 五 当时到北京的美食 我们不得不提到我们最著名的 Paking Dog 所以今天呢 我也来到金百万烤鸭店 也请来了我们的崔师傅 跟他一块学习如何制作烤鸭 你好 艾卡 你好 你好 欢迎你的到来 谢谢 谢谢 我们在第一步使吗 我们第一步啊 要用这个鸭枪 把这个肥肥大大的鸭子呀 挑到炉子里边 要用这个 对 这好吃 那这师傅来简单的帮您 你先这样 你先这样 先用左手去撑 手脚 把肩脚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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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脚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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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� 快找完呢 摘下柴了 把它放上就行了 那么轻松 对 那怎么说的 伸开 ok 我知道了 耶 耶 那个木头在哪里 放弃 这些木头是不是有讲究了 对 这些木头他们都是采用枣木 好热 枣木 对枣木 皮刹的木头很硬 然后伤分的火是比较硬的 而且还耐生 男帅已经差不多上齐了 然后就给它挑到后边那一干 放锁 放锁 哦 哦 有些人去海边吃下餐 烤烤自己 我来到这里 先烤这边 再烤这边 好 可以直接取来吗 对 一 二 三 嗯 哦 嗯 嗯 放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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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觉这个鸭子好可怜 它有贡献力 为了我们人们的胃口 牺牲了自己 现在怎么切 一切一段 它的这个厚度有什么讲究吗 三毫米 两毫米 一切鸭子 才一百件花片 一块不能多 一块不能少 啊 对 感觉有汁流出来 啊 好烫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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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你是不是手已经练出台鱼 所以已经摸出甲了 可以摸火了 是吗 哈哈 我觉得我选择对了我的专业 这种专业我第一个词 今天呢我要尝试我这种一种新的吃法 就是今天大家在网上看到的 好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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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慢慢的吃 享受着吃会更好一些 之前受到北京烤鸭 只能想到它的一种美味 现在通过学习的这种困难 我发现北京烤鸭更都是一种文化 提醒了人们对美食的追求 对这种享受的精益求尽的追求 总结起来 这些鸭子没有白死 当然 好烫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